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我要來跟各位介紹一個實用的東西 就是磁鐵條 那磁鐵條長什麼樣子 其實這個磁鐵條在市面上有幾種尺寸 像這個是一尺長的 一尺長大概就是30公分的 那其實還有一種是60公分的 那我是覺得這個用這個30公分的 這是12英吋 那上面寫12英吋是30 那用這種短的 我們在使用上比較會有彈性就對了 因為你如果都那麼長 你只能用在一個比較長的一個空間 那變成其實有些地方根本空間很小 你要搞得那麼長也是麻煩 不如說你如果需要那麼多 你就放兩隻就好了 很容易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來拆開給各位看一下 它這個使用有什麼好處 我剛才有一隻好像有一個 拆開了 算了隨便拆好了 我們先把它放到上面去 好 它這個有個角座 那廠商它有附這個木螺絲嘛 那你就可以將這個角座鎖在你的這個櫃子上 如果你是木櫃的話可以鎖在那個櫃子上 那如果是鐵的話 你可能就要另外想辦法 那鐵的要怎麼弄呢 我待會兒再來跟各位聊一聊 那我們來看這個磁鐵條的功效大概怎麼樣 它這個其實算是買方便 因為從頭到尾它都有吸力嘛 我們可以很多東西都拉拉渣渣的 都把它吸在上面 那也可以 可以吸很多東西 甚至這個我常用的這個美工刀 我會找一個地方把它卡上去 有沒有 包括板手啦什麼都ok啦 你如果定在 定在牆上就這樣子 來給各位看一下齁 用的時候就把它取下來 那它這個螺絲就是鎖兩孔 這邊也鎖兩孔很簡單 那除了這個之外齁 我想很多人他碰到的是鐵櫃 那鐵櫃的話該怎麼辦齁 我們來講一下好了 它這個磁鐵條齁 我拿正的好了 這個可以拆 這個卡角可以拆下來 這邊有個洞 這邊有個洞 有沒有 這個有個小洞 掛溝孔 那你可以去買買買這種強力磁鐵 這個 這種強力磁鐵 你看喔像這種強力磁鐵 有沒有 你看這個這個強力磁鐵 吸在鐵板上是很強的齁 然後 你可以把這個 轉開來嗎 好 就長這樣 這一個一個 螺母的孔齁 然後你去 買個螺絲 我們來找螺絲 這種的螺絲齁 我們就是先把這個 螺絲跟螺母這樣鎖起來 把它鎖緊 這個一定要鎖緊 鎖緊這個就不會晃動了 然後呢 你再把這個 磁鐵做 轉上去就好了 好 那就好了 這樣就 有一支 這個 有帶 強力磁鐵做的 磁鐵條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 就可以吸到 鐵櫃上 尤其是我們 其實我們很多工作場所 很多鐵櫃 可以這樣弄 這種 這種吸盤是 這一項的力量比較大 但是你往下推它力量 比較小 所以說你可以 你可以 可以在這個 它的下方 在下方 多擺一塊磁鐵 頂住它 讓它不要往下跑 或是說你這個 吸盤買大一點的 都可以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就 就你看嘛 就這樣 這樣並沒有往下滑 好 只要你這個吸力夠 就是OK的 原則上是這個 這個磁鐵做呢 是 是越大越好 用磁鐵做有個好處 就是說 你這個 到處可以拿來拿去 變成說 你要 變換位置 什麼啊 都是 說是算滿容易的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呢 這個 非常實用的一個 磁鐵條 我想這種東西啊 大家在一些什麼 修車場啊 什麼應該都有看過 摩托車店啊 什麼 那其實 自己買一支 擺在家裡 自己 自己要拿工具也好像很方便啊 對不對 很多東西不限制說 要專業人士才用啊 我們一般家庭也可以拿來用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好像菜刀 如果鐵的也可以吸得起來 好 那我們這個 直播就到這邊 那各位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要按一個讚 那也別忘了 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